下一代考虑最好能稍高一点更好 比你高 比我高 我要能 他要扔线跟我能照得住 我也不介意 没房行吗 没房别嫌弃我的房就行 没车行吗 你说我有仨 王朝五男 37岁北京人 北京物资学院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武晨好 各位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我叫王超来自北京 我04年4月1号正式参加工作 这个月底满15年了 这15年的 我开过店 创过业 上过班 一个项目也挣过十几二十万 也赔过不少钱 在企业的工作经历中呢 也赶上过老板跑路 公司破产裁员 但是我一直都挺过来了 今天呢 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想求知一份 相亲交友类的 或者是婚礼婚庆 或者是与婴幼儿教育有关系的 或者是店铺经营管理类的 在企业里边做销售 我也会考虑 谢谢大家 想做相亲类的工作 因为我被婚 相亲择偶这条道路上 从已经有很多年了 属于久病成医是吧 久病成医不敢当 但我觉得 应该在这个工作会让我快乐 37岁了 然后呢 一直呢 结婚未遂 对 然后内心的到底有什么苦恼 说我们听听啊 本来我有一个武士同堂的机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终身大事 一直也没解决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 好几代 也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就第一这是一个遗憾 你觉得 对 第二还有什么痛苦 寂寞 就回到家 好寂寞 好寂寞 回到家 你只能 没事干 就是这样 我是比较爱聊天的人 你回到家 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可能对着墙说话吧 那你都做过什么努力呢 为什么就找不着呢 还是你要求太高了 老想匹配一个特别合适的 但是发现有很多条条框框之后吧 发现就可能就没有那个人存在 我也不介意给你这个机会征婚啊 你对全国人民观众 说一下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姑娘 按照中国传统来说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相夫教子这些 我天哪 好高养 要会做饭吗 得 要会做家务吗 对 我这都不太会 要会理财吗 对 我就挣钱 一定要能生孩子对吧 最好有这个能力 好 不是你要不然你怎么同堂嘛 我在同堂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 结过婚姓吗 最好别 最好别但是 要是 就是说 两情相悦的话 离也行 好 有孩子行吗 考虑过 有男孩 有男孩不行 瞧我把他难为的 最好就是差不多 学历有要求吗 学历比 本科以上跟我差不多就行 年龄有要求 比你大行吗 大 可能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 就是保养得好也行 就 就就就 就有贺东东那样算保养得好 还是贾军那样算保养得好呢 老师们保养得都挺好的 好 行 还有一点啊 这个 长相呢 视野就行 身高有要求吗 最好为了 如果为了下一代考虑 最好能稍高一点更好 比你高 比我高 我要能 他要能厌跟我 我能照得住 我也不介意 没房行吗 没房别嫌弃我的房就行 没车行吗 别说我有仨 和视野 和视野 在我认为 ! 词 以 凡 的 再 leaves 四